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展示的是我们这个相声 说学斗唱当中的这个基本功 转发 是相声 说唱艺术嘛 让他们下去休息休息 歇会儿 这场我们哥俩上来了 可以各位再聊一聊 一上来看着今天坐的不是特别晚 有好些空座 现在属于淡季 哦 这个正式的春节假期之前啊 元旦假期之后啊 像人这些有闲有闲的人不多 都在上班呢 还有一些空座 这第一盘你看 乘桌乘桌 这就坐两位 哎 这给您得解释解释 怎么什么原因 德云社我们这么大品牌 不是说您帮看这一桌一桌 这都空了 这不是说票没有卖出去啊 那不是 那是 没有人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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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个意思嘛 一个主动费动的关系嘛 哈哈哈哈 反正呢 有好些这个空座 哎 再者呢 我估计您往这一坐也发现了 您来这儿 冲着德云社的金字招牌 哎 那是 在观众心目当中 德云社呢 就相当于是郭德纲老师 哎 嗯 相当于是郭德纲啊 于谦啊 岳云鹏啊 啊 嗯 张云雷 张云雷 是吧 把家的嘴收一遮哈 哈哈哈哈 都不行了 张云雷雷 哈哈哈哈哈哈 那家伙啊 都梦想了 都看着他在你面前了 是吧 流口水了 你看 德云社在这些观众心目中 哎 是这些有名有伴的出名的演员 是啊 您往这一坐一进来 发现 这也没坐满 啊 嗯 再者呢 出来到我们这场为止 这是第四个节目了 对了 第四个节目也就是说 您到现在为止 您在台上已经看见八个演员了 没错 采访 采访 各位 嗯 这个 就这八个演员 当不认识 三个以上的 您举个手 服务员把手撂下 哈哈哈哈 您 您 您可不都认识吗 您可怎么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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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意思啊 是啊 是啊 啊 家伙 都不 大部分不认识 啊 啊 认识两个以上的 您举个手 这有老观众 是吧 啊 啊 认识一个以上的 啊 还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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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个以上的 啊 还有啊 你看 德云社能 那能卖满吗 你说嘛 啊 哈哈哈哈 关中都不熟悉 那出名的演员 都哪儿去了 往这儿一做第一场节目 上来个儿俩不认识 啊 啊 也正常啊 嗯 那 dignity een 呃 那郭德纲的以前不能第一个节目就出来啊 是 是 换第二个节目还不认识 啊 第三个这个 谁啊 ticket early armor 第四界 不是 出名的演员 那死了啊都 啊 哈哈哈哈 humor 不出来就死了 一传这演员一个我也不认识 不熟啊 这剧场他也没坐满 再者你到这一看感受到 他跟你网上看着的那个阵容不一样也就罢了 怎么了 那个现场那个氛围 跟网上你刷到德人社的演出感觉也不太像 你就说一开始我们这主持吧 这小伙子挺帅 是 是吧 但是他报复特别的剪辑 这怎么讲呢 你说你看有乐他都注意到了对不对 你拎着话筒或者往这一站他上来 两句话一句话报个节目名字 报演员哗扭头就下去了 你正常来说你那个人那个晚会啊 人表演节目上一个节目表演完了啊 上一个节目人下去 主持人拎着话筒上来 刚才的表演很精彩 但是朋友们民以食为天 吃饭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话题 那么下面这两位演员 就和大家聊一聊吃饭的那些事儿 就让我们有请党骁勇 吴潇庆这一对活宝为大家带来向上报菜名 看他们来了 你正常主持人这种情绪呈上几下呀 上来得有两句话呀 你再看我们这儿节目报报 他呢 下个节目报算没有人的党宣 有什么着急事儿 走啦 好家伙 这不是他这样 不是我们今天这主持人这样 德文社 你看头这也是 啊 立刻话筒是上来 下个节目 郭德纲一天 影音也下去了 我们都简洁 啊 又简洁 演员又一个都不认识 是 剧场也不卖 你就不怀疑 这是一个套牌德云社的冒牌 是吗 假的呀 不能是假的 不能是假的 我们是假的 我们 这叫退票 你找真的德云社去 还是假的 别退票大哥 我们这个跟郭老师还是有点关系的 有点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呀 我们都是郭老师的粉丝 那是有点 那是徒弟也是粉丝 喜欢郭老师才跟郭老师学习 当然 都是郭老师的徒弟 给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说一说 我也是郭老师徒弟 云鹤九霄 肖子柯的 有认识我的朋友吗 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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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怎么不举手啊 刚才 还挑礼 讨厌呐 后面的朋友有认识我的吗 没有 没有 可以不说话 没有保持沉默 就可以了 我不要脸嘛 我 做一自我介绍 说一说 二楼的朋友你们好 我的姓党叫党骁勇 谢谢各位 谢谢 没什么太大的名气 旁边这是我的搭档 对 这位也是肖子柯的姓吴 叫吴肖庆 叫他 叫他 我抓了 能到他这掌声不更热烈吗 刚才情绪状态没起来是吧 再来一遍啊 我们姓党叫党骁勇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哎 他叫吴肖庆 好 没有办法 真认识他 认识 认识 哇 这好家伙 真 这 你花钱买票来 你那掌声 你都给里头这玩 给热脏东西了 什么 一看你还说认识 一看你们这帮观众全是新观众 什么叫新观众 老到这个相声剧场里头来看演出 听相声 怎么了 你那个掌声 你听相声嘛 你听相声位的是什么 开心快乐 这你甭看都是俩人站台上都穿一样的衣服 给您表演 但是主要逗您乐的 您主要听的这个主角是我们外头 对吧 我们这个我们叫什么叫逗跟啊 是 主要负责逗您乐的 里头他们这个他们叫什么 你看他自个也不知道 论不住 我叫什么 你叫我逗跟 我叫什么 他论不住 这是用问的 叫捧跟 对 捧跟负责就是我说什么 他这个负责捧透脚 是什么解释 就那意思呀 我这边说 汤汤汤汤 是 就这 还在就 就这 不就这话吗 揭自围 不就这作用吗 你那插 你掌声给他 好家伙 按照比例来 按照比例来说 你把那个剧本你打出来 甲乙 甲就是逗跟 乙就是捧跟 分开 甲我这边 噔噔噔噔噔噔噔的乙 嗯 好 他最省事了 你知道吗 是 我们画室少 你画室少 而且来说 最可气的 他有张桌子 他面前有张桌子 这桌子招你惹你了 这怎么可气 就招我惹我了 你自己不好意思扔扔扔扔扔 你自己不好意思扔扔扔扔 你不认识 你自己不好意思承认 我承认什么 我问你这桌子 摆在你面前什么作用 这不道具嘛 这道具有什么用啊 传统像是什么都有这桌 都有这桌的什么作用 你告诉我 那电视上那像是没有桌子 两人往那一站双叹叹叹 赵小椅说了 为什么非给你们捧跟面前搁一张桌子 不解释解释 这没想过 你看这没 装什么 自个不好意思说出来 装什么 装什么呀 我没不知道 我可以揭秘揭秘密啊 为什么捧根演员面前 老有一张桌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这个作用就是一个坐标 什么叫坐标 这没人知道呀 你装什么 什么叫坐标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 这个要脸在这瞒着大伙 咱说实话请 各位 有那个带孩子来的家长吗 有吗 有是吧 或者说您见过那个 你到饭店吃饭的时候 见过那个家长带小孩 有的那好的一点的那个饭店 他都安排一个儿童姨 你见过吗 省心别乐 他怕那孩子乱跑啊 小孩啊 几岁 他饭店里头人多 他得磕了碰了怎么办 那个好一点的饭店 他安排一个儿童姨 给这个孩子搁在那儿 让那个孩子别乱跑 别捣乱 在搅和事啊 什么的 这个桌子跟那个儿童姨 是一个作用 这您别乐 确实啊 汤这个 很恩吗 你想啊 他词都那么少 他词他都记不住 一大段词 他就记住一个 嗯 就因为他脑子 他是有点问题的 然后 他们上台呢 他们上台呢 一般来说 原来没有桌子 没有桌子我们有那个舞台监督 主持人 一后台人 上台之前二十多人给他交的 你上去之后 你站到外头那个话筒 记住了吗 外头那个话筒 你往那儿一站 好不好 然后你就接这个 豆根哥哥的词尾就可以了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好不好 记不住 记不住 他们一上来 从那儿上去了 嗯 那时候就下去了 你知道吧 那时候就下去 没办法 这儿搁一张桌子吧 这儿搁一张桌子 他就上台嘱咐他 上去之后找桌子哥哥玩 记住了吗 找桌子哥哥玩 站在豆根哥哥的左边 跟桌子哥哥玩 一会儿二十分钟就下来了 上去 他就过来了 你看我这儿 我二十五分钟 我汤汤汤汤 我这儿受累 我得大多地叙述 嘴里的不停 我得说 他这边有张桌子正好 他趴这儿呢 歇会儿作业也可以 他想大伙儿积木 他大伙儿积木 到最后一结束 他紧记住自己 那个结束词就可以了 不用他紧 您各位都知道 到最后 坎根一回秀的 去你的吧 你们都能干 你干到了吗 这是不用受培训 去你的吧 你去你下台 到台下 他把这个大罐 一换 换上衣服之后 他到前头那个票房那儿 把他今天的票钱一补交 他的任务就算圆满了 我们听下来了 那可不就是吧 你可不就是听下来了吗 对不对 您这这故意伤害我们 什么叫故意伤害你们呀 人家说的就是事实啊 你在台上你们就凑人数 朋友们你也知道 像是他有单口像 有对口像 不一样 说白了 他一个人就能一个人就能把您的钱给挣了 说白了 今天六个节目说不需要十二个演员 六个演员就能给您演 为什么非要安排俩俩一对一对出来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舞台它很宽 一个人没老一个人上来往这儿一站下 显得太恐怖 像我们诈骗似的 你知道吧 所以旁边摆点什么东西 你说摆个花啊草啊的 说说 吸引您注意 得了 弄个这个东西放这儿吧 就往这儿一放 他正好站一站舞台的这个空间 你知道吧 不占地儿来了 那可不就是 你们作用就是压台 你知道吗 所以说为什么您看 您老看这个相声 一般来说这个捧根啊 略胖一些 月云鹏够胖了吧 里边得安排一个孙岳 是胖的 因为他的作用就是这样空间来了 所以一般的这个 豆干都乐意找一些 比较胖一点的这个捧根 当然我这个人看 我这个说实话不是特别胖 是吧 这怪我了 这两天喂的有点少了 你才是猪呢 废话 猪干嘛呀 有你这么埋在人的吗 没有埋在你啊 那确实是啊 你甭看穿一样的衣服 对不对 我豆干 这就这个 你一辈子没来过 知道吗 学过豆干吗 学过豆干吗 你说这话不亏心吗 学向人都知道 都是豆干捧根一块学 一块学 对 你也学过豆干 学过 也学过豆干 对 学完为什么捧根了 反思没反思过 为什么一块都学着豆干 有人都说豆干 有人捧根 各位观众估计您心里也有这个疑问 他们都学豆干了 为什么这孙子他就捧根了 别骂鸡啊 因为当时没办法呀 你看这豆干 豆干他男啊 他们这种脑子不好的记不住 你就自我介绍不来不了 往上往这一站 做个自我介绍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各位好 我叫党销 旁边这我大胆 叫吴销 请就这么两句话 他记三年 我叫 那没办法呀 这样就别活着了 学了三年 学了三年 没办法了 那郭老师到最后 郭老师一看好家伙 这么愁啊 郭老师也愁啊 打了眼了呀 怎么把他收进来了 你说这让他干 哎呀 你这 这现在 学成这样的 让他改行吧 到门口当个票贩子去 那不也当过人家票贩子吗 还干不了 当个服务员吧 端插到时候 他得烫死自己怎么办 当个电工吧 他得电死自己 你这 哎 让他当个捧梗吧 捧梗最似 所以到桌上 捧梗 你知道吧 一辈子他也站不到 外头这个位置来 像我一样 跟您侃侃而谈 是不是 咱们这么交流交流 谁说呢 看就会这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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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行 没事没事 啊 没事 咱要咱的 因为咱说实话 你说这句话 你不亏心吗 什么亏心 怎么了 哎 我没斗过根 你斗过根吗 你做梦见那不算是吗 哎呀 我斗根了 梦见 梦见 你激动的那不算是吗 我不用梦见 我去年我就斗过根 你看你们去年了 去年 我想问问 你现在说的去年是 二三年还是二二年 二三年我就斗过 二三年你斗过根 就孩子新街口去查 就在这剧场 对 一月份 一月份了呀 好像 组织也不信任他了 组织可能那天瞎眼了 是不是 让他斗一回根 一年都没敢再用他 一年都没敢再用他 我斗过 你甭说别的 我斗没斗过 月份 你在这儿斗过根 我斗过 你斗过根 有这回事我记得 你记住就瞒了 我记得 我记得你那事 关键你还记得呢 我凭什么不记得呢 你要问我 你要问我 你问我 哪年哪年 哪月哪日 你斗没斗过根 我记得 我天天等 那你哪记得住啊 你像这一辈子 斗我一回根 他可不得记得 对不对 那便秘的人 他还记得 他哪天拉屎了 你知道吗 可不就这么下悲哟 可不就是这意思吗 你不光记得 那小冰那天 斗完根 回家一宿 没去着吧 没事 没事 连夜赶紧把你斗根 这个光荣的事迹 写到你的日记本上了吧 今天我斗根了 改号改号改号 是吧 写到日记本上 回去你有用 你得记着点啊 我记他干嘛 回头你往你们家家谱上腾起 是吗 那可不一辈子就 揍了一回跟光宗耀祖的事情 你不得记得 你们家家谱上了 对不对 回头 你这个家谱传下去 万一你要是 有后代的话 万一 我不知道你什么安排 对不对 肯定有啊 就是你后代 回头过了好些年了 你那后代 打开你们家家谱一看 呀 看来 我们老祖先 还说过像什么呢 天呐 天呐 我后代怎么说河南话 呀 好嘞 我 是您话的 我后代说河南话 装个屁啊你 你是北京人吗 孙悲 你又不是北京 你装什么北京人 你是北京人吗 你是吗 我不是北京人吗 那怎么了呀 那我也不是河南人呀 你哪人呀 山东人呀 山谷 我说没说你呀 我又没学你一口 我说的是你后代 你后代的事你哪说得准 万一你后代争气呢 对不对 高考 一下考出山都 呱 靠近河南 直没瞪你 就去了 后代说不准 就说那意思啊 对不对 将来你后代打开人家家谱一看 呀 后代我们老祖贤还说过相声呢 哎呀 三谷 刘旧 死一会 哎呀 你们快过来看哪 快看哪 这一页 写的可真清楚啊 咱们老祖贤 党念在北京新节口歌运社举唱 还逗过一回 真哪 难道骄傲又自豪啊 没听说过 没有这样 你可不得记得点吗 一位他斗不了一回本 再谈他还骗了 对不对 他没有那个能力 说话你就缺德 谁说话缺德 谁缺德 我今天我也不给你抬杠 你没有杠给我抬呀 我今天当着大家伙 我斗为人 大夫说好不好 你要斗为人 对了 你胆是真大呀 干嘛呀 好叫 你要斗为人 我斗为人 你真斗 我真斗 你真斗 我真斗 你真斗 这都花钱买票来的 不是你们村那文艺会员 这是什么 给老头老太太 免费看一看 让你上个漂亮场 是什么 这漂亮 我正经的要斗为人 人要斗为 关注一看没意思 人退票了怎么办 敢 敢 危险观众是不是 有一位退票的 我立马嗑死在这 有一位退票的 你嗑死在这 对了 行那你这好 那没人退票 是 我还想说大话 都有个疼儿女的心呢 你说谁知道 你爸妈是真想让你死 我还没斗呢 我斗的时候 你也斗了 就是吧 咱就说这意思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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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斗梗 真要斗梗 什么意思 你别盗取我的成果 有能耐你重新说一段 咱重新鞠躬开始 从头来 来 今天我给大伙说一个 你斗根归斗根啊 咱说清楚了 怎么了 你得有故事 有人物 你不能闲聊天上大夫 不叫下人了 就做口秀 就是吧 有故事 有人物 有情节 这您放心 我给大伙说一个 你斗根归斗根啊 你不能说那个单编的内容 也就是说 大段的叙述都是你 我这份没什么话的 你得说那个 一对一句的子母根 有你的事 咱们一人一句内容 行 今天我给大伙说一个 也不能让我话太多啊 现在话都不少了 把规则说清楚 哎呦 什么呀 斗根归斗根 不能打人 不能骂人 不能拿父母亲戚开玩笑 还挺有心眼 别说这个低俗的内容 不打人 不纳人 不拿父母亲戚开玩笑 我保证 不打人 不骂人 不拿父母亲戚开玩笑 那就行 鞠躬开始 从头来 今天我给大伙说一个 说昨儿 我上您家去了 我啪啪啪的没打门 打里边出来一人 谁 我一瞧啊 不是外人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他还说您没在家 你没在家 我就走了 你走啊 不是 我走了 你走啊 我真走了 你死去呗 干嘛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呢 我捧根的吗 来 你这是捧根的 你这不是捣气的吗 我捣气我要死是吧 还有三个事 立马见关才了 这就我不捧根 捧根不就这个吗 不就是八字真言吗 我可不可以揭露了啊 你捧根就这点老底 我可揭露了啊 有可能都知道八字真言吗 恩阿哼是 哎呦呦哼 谢谢你 八字我都说了 八字我都说了 捧根没说 你说那么简单 就这几个字 他得根据斗根说的话 配合感情 斗根你是的 刀性是的 谁也斗不乐 但是你没能耐 我告诉你 我往这一站 你甭说活人给我捧 怎么着 双条狗在这 我也给大伙儿斗乐狗 你这不枪火吗 我比那狗怎么样了 瞧他比那东西 他就敢跟着玩意 我比那狗怎么样了 你斗根 我捧 你捧是吧 对 来回来啊 来 我告诉你啊 我斗根 我还给你玩意绝的 什么绝的呀 我不重新说一段 就你刚才说过一样的内容 原封不动 我给大伙儿说 把大伙儿说乐乐 不可能 你说 听着 我给大伙儿说一段啊 昨儿啊 我上您家去了 嗯 我啪啪啪都没一打门呢 大女儿出了一人 我一瞧啊 不是外人 嘿嘿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你打听说您啊 没在家 我就走了 走 我就穿大街了 穿 过小巷 我就碰见你爸爸 你爸爸长得跟小猪配骑似 乐没乐 你爸爸说 我说猪大爷 你干嘛去 我这人刚乐 人家乐你给我打断 是不是 你看看乐没乐 废话是乐的 我说猪大爷 你先懂 你刚才说清楚了 不打人 不骂人 不拿父母 请你开玩笑 对没开玩笑 我爸爸长得跟小猪配骑似 这样没开玩笑 是实吗 你爸爸确实 你爸爸外号吹风机嘛 对不对 我说猪大爷 你爸爸 我说那个 没听说过 我说那个 就这么逗乐 我说那个 你要干嘛 谁会的 你要干嘛 我弄个 说昨晚我上天渣去了 嗯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 咱里边出来一人 谁呀 我一瞧不是外人 不是 你媳妇我大嫂子 我她 说你没在家 没在家 我就走了 走吧 上大街了 上大街 我就过小巷了 走吧 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不能 我爸爸死了 死了 我爸爸死了 你碰不见 我爸爸长得跟小重配骑似的 你爸爸死了 死了 你碰不见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 我忘说了 你逗 说我上年家去 死了 我死了 昨晚我上年家去 啪啪一打门 打里边出了一阵 我一瞧不是外人 是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一打听你没在家 好 我就碰见你爸 你爸 我告诉你 碰不见 我爸爸也死了 你弄死了 你怎么开心干什么 我爸爸也死了 绝对你弄死了 先逼你是不是 黄大勇 什么黄大勇 我爸爸先逼你 绝对你弄死了 知道吗 不是我弄死了 你这小垃圾 没有你这样的 我爸爸也死了 你碰不见 碰不见 碰不见 死了我也碰见了 碰点死事了 我又不是最近碰见的 我是去年碰见的 对吗 我爸爸死了八年了 我八年前碰见的 我说绝大爷 八年前咱俩不认识 碰不见 对呀 对呀 看错了 不是不是你爸爸 长得像你爸爸 还是你们家人 不行吗 那是谁 是你大爷 你爸爸的哥哥 对不对 我大爷 对了 你大爷 你有大爷吗 戴一黑皮帽 穿一黑西服 没错 走路拿一小拐过 这是我大爷 就是 我爸爸哥一个 那你有病 你是不是犯个病 戴一黑皮帽 穿一黑西服 拿一小拐过 这谁啊 这是 桌别林 哇 你聊桌别林了 说你们家人呢 我爸没 我们家没大爷 你们家没大爷 还是你爸爸没大爷 还是你没大爷 我没大爷 没大爷 那不是你大爷 看错了 你三叔 我说那个 我爸哥一个 不是 你舅舅 我爸娘就没人 你四爷父 没有 你岳父 没有 没结婚 你哥哥 没有 你有哥哥 我没有 你说有 碰见你哥哥之后呢 我不说 没有哥哥 没有哥哥 对 没有哥哥 哎呀 好家 碰见谁了 碰见谁 不是你们家总得有口人 你们家总得有口人吧 朋友 对 为了 为了跟您说这场相声 我们家三清六故死绝了 我们家三清六故死绝了 对了 碰见谁了 碰见你师傅剥德纲了 哈哈哈哈 rod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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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昨儿不还在上海了吗 你卖死了 玩的太绝了 说谁谁死 说谁谁死 你得给我来一个 还得给你来一个 废话没有人物 我说个屁的故事 我得说一个 你来一个 没这么好人的 还得说有 搭档给活着 搭档 搭档不能死 说一个你说有 你说谁呢 碰见碰见你弟弟 行 我说有 有弟弟吗 有 有完了 我说那个猪小弟 没完了 你碰见是碰见了 碰见了 碰见你弟弟了 但你得说得出来 我弟弟长成母眼 你弟弟圆脸吗 他是圆脸 长脸 有长 长脸 不压蛋 到底碰没碰见 我没看见正脸 我看见后生 人家告诉我 那是你弟弟 知道吧 我没看见正脸 看见后生了 那我弟弟穿什么带什么 你弟弟穿一身 牛仔服嘛 然后 他穿牛仔服 休闲服嘛 休闲 运动 西装 休闲运动西装牛仔服 成功怎么呢 有这意义 他没穿衣服 我一看我说 我弟弟光屁股满街跑 早堂的空间呢 早堂的空间呢 我说那个 我弟弟多高深呀 你弟弟三十厘米吧 三十厘米 他趴那搓澡呢 我哪这的人多高啊 人家光着呢 我过去我量一下 你高我猥亵 怎么办呀 我弟弟多大岁数 你弟弟十七嘛 他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你喊平吧 二一 二二 二三一次 拍卖 你弟弟多大 你弟弟应该比你小 对不对 你弟弟 多新鲜 比我大 那我哥哥 不能 你没有哥哥 你刚说的 你弟弟应该 行了行了 您甭胡说八道了 我有个弟弟 你碰不见 你这话就有问题 你有弟弟 我怎么碰不见 我这弟弟看你能看得着 碰你可碰不见 这就有问题 什么叫看得着 我碰不着啊 我弟弟到今天 才刚三天 我说的可是你亲弟弟 一奶同胞 那就不对了 怎么呢 你让各位想啊 你爸爸死八年了 他哪来的 他哪来的 接下来请 你